诗文天地 三字经 残土司 不想看书 小蜜蜂 飞来飞去 想吃就吃 小蜜蜂可真幸福啊 小蜜蜂其实是在工作 这也是工作 那我也想当一只小蜜蜂 每天吃吃喝喝 不用学习 残土司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什么意思啊 这可是我们的老朋友 王映林说过的话 你们还是自己去问问他吧 吓我一跳 原来你们是要来吃好吃的呀 啊 啊 哎 阿辉这孩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王映林 宋代学者 你好 请问王映林 先生在哪儿 先生 就是王映林啊 他是我学堂的先生 你们要找他吗 对 你能带我们去吗 其实 我是见先生不在学堂 才跑出来 想到农场玩的 农场 可以带我去吗 嗯 嗯 嗯 嘿嘿 看 嗯 这是蜜蜂们的家 他们刚才在果园里吃饱了 要回家呢 啊 吃饱了就回家睡觉 小蜜蜂真幸福呀 哈哈 没错 咱们快进去吧 嗯 嗯 嗯 残宝宝更幸福 哇 哇 醒了就吃 吃了就睡 都不用走 嗯 嗯 也不用去学堂 哎 哎 真想当吃残宝宝呀 哦 嗯 哎 我们来场比赛吧 看哪只残宝宝吃得更快 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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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赢了 我的残更厉害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确实厉害 哈 先生 王英琳 哈哈 哈哈 呱呱龙 凡子 咱们又见面了 阿辉 现在已经是上课的时间咯 嗯 先生 对不起 我在这儿玩得太久了 我 嗯 我这就回血堂读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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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 我为什么总是要读书呀 读书太无聊了 还不如 还不如这些残宝宝和小蜜蜂自在 嗯 我不想读书喽 阿辉 其实小蜜蜂和残宝宝啊 嗯 嗯 是 哦 孩子们 在这儿等我一下 哦 哈哈 来 系上围巾 再喝点热水 暖暖身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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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好甜呀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这里面放了小蜜蜂酿出来的蜜呦 哇 原来小蜜蜂这么厉害 还有呢 过来看 嗯 嗯 其實残宝宝拼命吃丧叶 是为了能吐出更多的丝 做成你们身上的丝绸 哇 原来这是残宝宝吐出来的丝啊 嗯 嗯 蜜蜂们飞来飞去 也是为了采花粉 酿花蜜 它们都很辛苦的 你们看 哦 残土丝 蜂酿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你们可得好好学习 不然 会输给残宝宝和小蜜蜂哦 哦 我们知道了 残土丝 蜂酿蜜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诗文小讲堂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习了三字经 残土丝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三字经 残土丝 宋 王应林 残土丝 蜂酿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残土丝 就是说 残宝宝辛苦吐丝 他们吐出来的残丝啊 可以做成美丽的丝绸呢 蜂酿蜜 就是蜜蜂勤勤劳的酿蜂蜜 嘿嘿 我和团子都喜欢喝甜甜的蜂蜜水 人不学 不如物 是在告诉我们 小朋友应该好好学习 不然就会输给残宝宝和小蜜蜂哦 小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学习 掌本领 这样不仅能让自己变得更棒 还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呢 好儿歌 蜂蜂蜂蜂蜂蜂蜜 人不学 不如物 蜂蜂蜂蜂蜂蜂蜂蜜 人不学 不如物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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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人不学乌乌乌 餐图丝封鸟咪 人不学不如 餐图丝封鸟咪 人不学不如 餐图包回图丝 小蜜蜂回鸟咪 小孩要学本领 要努力靠自己